第六 关于几个慈禧王老师解释 本体就是本质吧 可以那么理解 essence 乌系 虽然早期什么本体本质有时候区分 但是现在看来 其实都一样 本质本体 他们拥有同一个本质 神性本质 拥有一个共享一个神性本体 这都可以 金氏三一 是救赎三一 金氏的 应该你是打错了 金氏的 就是说本体论的三维体 是跟所有的被造物没关系 神内在的 父和子的关系 父永远生子 子永远从父受生 然后灵是从父和子永远发出 所以父是 非被造 也非受生 是生的那一位 子是 非被造 是受生的那一位 灵是 非被造 却也是 流出的那一位 或者被发出的那一位 所以这是本体论的 三一 金氏的是 上帝在具体的 面对被造物 或者救赎的 与被造物关系当中 体现出来的不同 物差遣子 子做救主 圣灵在基督的 救主的工作 降世的那个时候 包括在地上工作 包括升天之后 继续的工作 这种分工不同 表现出来又有不同 所以金氏的三维体 和本体论的三维体 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又有些区别 所以不要混淆 第七 在宗教改革之前时期 讲到的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极其强调 神的统一性 或者是我们纠正一下 就是统一性 更严格来说是独一性 独一性 他们没有统一性的概念 为什么 他们相信是独一真神 耶稣根本不是神 所以不可能 耶稣和父是同一本质 他们说的耶和华的灵 就是耶和华的灵 所以他们承认一位神 独一神 他们相信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不承认三维体 他们觉得三维体 是一种亵渎 一种异端 这和他们拒绝耶稣 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否有关系 必然的关系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就有几个困难 第一个 那么耶和华神和耶稣不是两个神了吗 这种产生这种否定独一神的这种概念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 如果耶稣是神的话 这位纯灵的神 如何取了肉身呢 成为肉身 这个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总之呢 他们就拒绝耶稣 更何况耶稣 在这个地上说话 做事 总跟他们唱反调吧 他们按照犹太人拉比解经的传统 形成了很多的传统 耶稣总责备他们 甚至看在他们的眼中 理解当中 持守当中 耶稣犯安息日 什么安息日 解禁这个病人 医治病人 安息日允许门徒 搓麦碎吃啊等等 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这个不尊重律法 从神来的人 怎么可能不遵受律法呢 总之 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原因很多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不可能是神 如果是神的话 他们解决不了 神独一神 这个概念 这个信仰 第二 神怎么能成为人 这个也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他们认为神是灵 纯灵 神总 gambler 神不能也认为神 神论 神 ng